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这个房子里面做了一些内部的装修 可以说整个居住状态还是不错的 不是说破破烂烂的一个房子 面积不算特别大 是1278sqft 土地面积是0.08英亩 折合成是sqft 差不多是不到4000尺的一个平尺的一个土地面积 后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双车库 需要说是在车库里做一些什么事情 它还是有一个暖炉可以加热的 另外这个房子是位于亥特麦里这个社区 亥特麦里这个社区 在是卡尔加里西北的一个 相对说成熟的一个社区 房子建于1995 里面说是相对说维护保养还是不错的 整个社区配套设施比较齐全 距离说是一些学校 步行去一些小学和中学 距离说是大董华 一些superstore这种超市 华人比较喜欢去的超市 开车应该都是在5到10分钟的一个距离 距离市中心的范围 应该在10公里的一个范围 总的来说生活还是相对说便利 这个房价也说是很容易让大家接受 55万9对于说是很多双职工的一个工薪家庭 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好了 那我们进来了 这就是一个进门的地方 这是95年的一个房子 95年的房子的特点呢 很多层高 还是8尺的一个层高 可能说是对于现在一些新房子 所以多说相对说显得之后层高低了一些 但好在好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南北朝向 后院是朝南的 有很多这种窗户 进来时候呢 会感觉说是从前面后面两个窗户的 这个自然光线还是很不错的 目前呢是卡尔加里的时间是9点多 对于9月份呢 说是这个光线还是不错的 可能冬天的时候呢 天亮是要稍微晚一些 这个点就是说可能还没有这么光亮 进门呢是一个客厅 属于一个客厅 你可以搁一些沙发 电视可以搁在这里面 可以看出来这个地面是重新换过的 这油漆是重新刷过的 之后呢是一个楼梯 楼梯把这个客厅和它的这个厨房是分择开了 是一个两piece的一个bathroom 就是一个马桶 一个洗手池 还有一个朝东的一个窗户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小壁橱 里面可以放一些衣物啊 或者说是清洁用品 进来之后呢 这是一个相对说比较大一点的 就是用餐区域 您应该是放一个六人台的一个吃饭的桌子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呢就是说是厨房 厨房的一些电器呢 相对说并不是一个不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些 就是说是不锈钢的一个材质的一个电器 但总的来说状况还是不错的 完全是可以使用的 橱柜呢是一些就是比较老的 就是90年代中期的比较流行这种项目的一个颜色 但是可能现在大家还是喜欢浅上字多一些 今后呢您可以说是粉刷或者是整个更换 厨房并不大 相信您整个做一个厨房的一个更新呢 应该价格在两万块钱左右 我们看出来后院还面积还是不小的 这是跟您之前提到的一个就是双车库 里面是可以有加热 您看有一个烟筒 它是用一个天然气加热的 之后呢它旁边还是有一个这种水泥的停车道 您如果说是做一些就是说是工作 自己家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拖车呀 或者说是大的卡车 您是可以停在旁边的 所以对于说是一些啊 从事一些就是说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 需要有一些公司的这个车辆 停在家里的话这还是很方便的 后院的面积不能算太大 但是说是有一些绿地面积 您可以说是如果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啊 喜欢种一些菜 既然到这里咱们就去外面看一眼 除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路台呢 旁边还有一些就是砖器的一个小派对 这就是跟大家提过的那个双车库 这个双车库呢就是跟您说的是可以加热的 如果说您是喜欢自己动手啊 在车库里做一些什么啊 手工艺啊或者说一些工作需要的车库里完成啊 这个技术冬天您也可以做到的 当然说啊 可能是要废一些天然气吧 就看您就是说如果不需要您也不需要开 楼下的空间呢基本是跟楼上是一样大的 它就是说是有挺大的一个空间作为了就是洗衣房和它的这一些就是储藏空间 暖炉和热水器呢暖炉是比较原始的可能95年的 但是热水器是2017年刚更换过的 洗衣房是因为它房的面积并不大 所以说洗衣房呢在九几年的时候老的设计呢 很多洗衣房是在放在地下室的 在生活上呢大家现在是还是偏向于洗衣房在二楼 可能这生活是更便利一些 那这个呢这是一个老房子 没有办法就是它洗衣房 也是需要从二楼把衣物拿到地下室来进行一些清洗 这个这个储物空间很大 您就说除了作为一个洗衣房 还有说是那个设备间 您还可以说有一些就是工作的一个区域 如果需要的话 它是有一个就是说这种淋浴间 一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马桶还有说是这个洗手台 都一定之前 这边整个这个半部分呢 就作为一个卧室 作为卧室呢 它并没有它的壁橱 如果您想住人的话呢 也可以说是买一个去Akea 去买一个壁橱放在这里 也是不影响您去住的 或者可以作为一个健身空间啊 学习空间工作空间都可以 就是这空间已经给您了 您怎么用是您来做主 它的主卧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房间 因为它面积的原因呢 它主卧并没有一个单独自己的洗手间 但它有一个walking closet 它主卧呢是有一个像这种背 window 就是朝南 这个卧室呢 应该采光还是很不错的 这窗子呢也是一个缩光门窗 所以说相对说老一些 并没有说是看见一些透气的 漏气的现象 所以说短期内都不需要进行一个更换的 您搁一个king size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放在床这边还可以放一个桌子啊 梳妆台啊之类的 对于这个尺寸的房子来说是面积很大的一个衣帽间 一会儿都在那儿可以拍摄一下 相对说您可以说大部分衣物都是可以放得下的 就是对于说这个面积的房子 一毛间的尺寸还是非常可以的 楼上只有这么一个厕所 美中不足 因为这房子没有说是 没有说是一个楼上有两个厕所 我主人房有单独的一个卫生间 就更方便一些了 但它的呢整个说是 这个洗手台还是说是原始的 但是它的这个浴缸还是应该是后来后期进行更换的 地面是一个这种瓷砖的地面 这个淋浴间呢也是做了一个瓷砖的一个整体的这种铺设 朝北呢是两个小房间 这是一个就是说是壁橱 放一些说是毛巾啊被褥之类的 两个小房间朝北 但是说是光线也不错 房间的面积呢中规中矩 放一个那个双十床是可以放得下的 反而可以放一个小树桌 对于一个小朋友的 这个用就是用于一个小朋友的房间还是绰绰有益的 这是另一个房间了 它除了说是有两个朝北的窗子呢 它有朝西 在下午的时候这个光线会很不错 壁橱也是标准的壁橱 大约房间的尺寸也跟刚才另一个房间基本上相似 所以说总的这个房 这个房子呢是适合一个小家庭 比如说你有两个小朋友 四口之家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面积 五十五万九的一个价格 在卡尔加里目前的这个市场 是一个相对说比较抢手的一个价位 对于目前这个房子的一个状况 您基本上可以说是拎包入住 虽说有些东西呢是在世界上效果上老一些 但是说是整个来说整体来说 使用上都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 就包括这一些老的这一些人啊 不会出现关不上的情况 所以说总体来说 嗯状况不错 买这个独立屋和买说是五十多万 出眼头的一个townhouse 就看您就是对您的个人使用 是哪个更适合您呢 因为毕竟说是独立屋 它有它的好处 就是跟邻居不在不爱在一起 还有土地是属于您的 好基本上这个房子 今天就给了大家介绍这里 总的来说呢 就是介绍这个房子的目的 就告诉大家 卡尔加里还是是一个适合 比较适合居住的 尤其说您是 就工厅阶层 还是需要说是有个自己的独立这个房子 卡尔加里还是给您提供这个选择 如果说您在找这个类型的房子 或者说是就是想关注未来关注这个这个价位的房子 您都可以联系我 我的微信应该是在这个视频那个窗口上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七之阳的节目呢 七之阳是介绍卡尔加里 以及加拿大房产信息的一个频道 欢迎您订阅转发加点赞 谢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